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367集 回到府中吃完饭已是暮夜时分 林婉容与宁儿新婚艳儿自是难舍难分 想起落彩女昨夜那火一般的热情 林大人心里骚痒难耐 又担心像昨夜那般被徐小姐占了宁儿房间 便死皮赖脸地跟在洛宁身后 搂住他小蛮腰笑道 哎 宁儿乖乖 你今夜安排老公睡在哪儿啊 洛宁哪儿还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身体振振酥软 俏脸染霞 美目盈盈流转 说不出的动人风韵 修生言道 大哥 我们是夫妻 自然生同眠 死同学 宁儿的闺房便是大哥的小窝 这丫头真勾人啊 林大人十岁之味 在落彩女丰满的美臀上摸了一下 滑润的手感便如洗了牛奶 惹来一阵火辣辣的白眼 各种销魂滋味 自是难以言表 跟在宁儿身后进了闺房 闻到那股熟悉的香味 想起昨夜厌世 心里顿其警惕之意 谁知徐志晴那丫头 是不是躲在暗处 正准备暗下毒手呢呀 她四周张望了一眼 又在宁儿闺房里 前前后后搜索了一番 没见着什么异常 这才放下心来 洛小姐见她贼头贼脑的 到处张望的样子 倒了一杯热茶送与她手上 笑着道 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看一下宁儿的闺房呀 还是第一次进来呢 她睁着眼睛说瞎话 脸皮也不红一下 骆宁羞涩一笑 将小手递到她手里道 大哥 以后可不能这么说了 这里是宁儿的闺房不假 可以是大哥的家 我是大哥的妻子 林婉容将她抱入怀中 正准备上下其手 骆宁却止住了她 柔声道 大哥 宁儿 问你一件事情 你可不要瞒我 瞒你 我瞒你做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出了名的正直诚恳 不善言辞 叫这么一个正直的人说谎 不如杀了我好了 林大人正气满面说出的话语 置地有声 宁儿咯咯娇笑 我才不信呢 今天是在那么多人的面前 宁儿为了相公的面子 才故意那么说的 当时看芝青姐姐的神色 宁儿真的很害臊呢 说实话也害臊 真是的 林大人将头埋在她硕大而又柔软的胸前 轻轻拱了一下 宁儿 你这里怎么保养的 她怎生得如此饱满 洛宁轻呸一声 又是羞涩又是骄傲 只觉她大嘴隔着衣衫顶在最粉嫩的红豆之上 浑身酥麻不止 声音颤抖着道 大哥 我要作弄您 我与你说些话 边做边说嘛 这样效率高 磨刀不砍拆够 林大人抱住她小细腰 一团火热正抵在她臀尖 两瓣臀肉夹住的感觉 让她舒爽的哼了一声 洛小姐心作妇人身体敏感无比 遭她如此捉弄 心里轻恩了一声 鼻息刹那间变得火热无比 大哥 不要弄我 宁儿 宁儿问你一件正经事 您与芝青姐姐 正经事 还有比这更正经的事吗 林大人正要干些更正经的 孤文洛小姐提到了徐芝青 顿时愣了一愣 宁儿 徐小姐怎么了 见大哥规矩了点 洛宁常常虚了口气 粉面阵阵羞难 轻声道 大哥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徐姐姐的事情了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只天发誓 若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徐小姐的事 我就做牛做马 让他骑一辈子 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林大人表现得格外的镇定 回答得正气凛然 发了如此大一个毒誓 誓言完毕 他忽然嬉嬉一笑 舔着脸皮道 宁儿 你怎么问起这个问题了 我与徐小姐清清白白 从未有过任何勾勾搭搭 我们真的比雪还要白呢 洛宁一笑 轻轻一直点在他鼻子上 大哥 我只问了一句 谁让你答这么多了 你和徐姐姐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你们之间的清白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这叫老子感动还是大笑呢 为难呀 林大人想笑又不敢笑 神情极其怪异 落在洛宁眼里 大哥似乎感动得要哭了 他摸了摸大哥的脸 揉声叹道 大哥 我与徐姐姐虽然是相隔十余岁 却情同姐妹 无话不说 西年宁儿在京城求学 与她同居一室 便是芷晴姐姐一直照顾着我 她对我一失一劫 关怀备至 点点滴滴 宁儿都铭记在心 时刻不敢忘记 如今为了我家之事 她不愿千里前来相助 大哥 你说宁儿 要怎么报答她才好呢 报答 你不会是要将你老公我出让给她吧 这可不行 你老公可不是个随便的人 只可远观不可谢完 要谢完也只能被美女谢完 这个 宁儿 你要如何报答她呀 不会是叫我 这可不行 我怎么舍得你呢 林大人沉痛道 洛宁趁笑了一身 脸上一片粉红 大哥想到哪里去了 我是叫你与芷晴姐姐好好相处 你这人就会胡说八道 是吗 林大人甘笑了两声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总算得保清白之身 洛宁哥哥一笑在她额头上轻点一下 似你这般红说八道 难怪芷晴姐姐要生你的气呢 你们一路行来 想必也不曾安胜过 要说芷晴姐姐 也真是个苦命的人 许了人家 却连面都没见过 就做了寡妇 这十余年 也不知她是怎样过来的 我与芷晴姐姐相交多年 从没见过她落过眼泪 便直此一点 就比宁儿强盛许多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洛宁眼光黯然 抹了抹眼角叹道 她性子高傲 学识渊博 眼光高于顶 世间没有几个男子 能配得上她的 可是一个女孩家 孤苦至今 心里的酸处 可想而知 大哥 你要是心疼宁儿 就不要再与 芷晴姐姐怄气了 一边是最亲的相公 一边是大恩的姐姐 宁儿夹在中间 难以做人啊 见洛宁哀声叹气 眼中泪光连连 楚楚可怜的样子 林大人爱心泛滥 急忙搂住洛小姐 宁儿小乖乖 大哥还不至于那点度量都没有 你放心 我保证今后 不为难她就是了 但是你也看到了 对我横眉冷对的是你那位 芷晴姐姐 我可一直都是笑脸相迎的 洛宁天天一笑 在大哥脸上亲了一下 柔声道 大哥放心 芷晴姐姐那边 轻恩了一声 耳根发热 他当然知道大哥话里的意思 想起与大哥的恩爱缠绵 心里一俗 又是羞涩 又是期盼 小乖乖 大哥今天在船上 与你说的 你还记得吗 林大人脸上闪过一丝银笑 我们今天换个题位 叫做后入式的 这个后入式的要诀呢 是小臀提起 袖腿撑稳 雷冠而入 全速到达 正可谓风月极致 舒爽无边 不知何年何月 得偿所愿啊 洛宁听得摇摇欲坠 脸孔如红布 羞答答地打了她一拳 大哥 你便会作弄人家 怎么不见你如此作弄悄悄啊 小乖乖 乔乔会的招数 可比你还多 你忘了吗 那日在金陵你的闺房之中 若不是你诚心捣乱 我便与乔乔 共效于飞了 张三房里续李四 李四房里弄王五 真个好生滋味啊 林大人在他耳边吹了口气 轻挑言道 说起那日之事 骆宁心里添出一股别样味道 低下头去 鼓足着勇气颤抖言道 你这坏人 在人家闺房中 却凭要作弄别的女子 我不饶你 相公 你如何弄得乔乔 并如何弄我 不许保留 你又不能输给谁 林大人听得心花怒放 好宝贝 等此地是了 我们便到京城去会乔乔 你与乔乔好生切磋一番 同床竞技 看谁会的招数多 只有经常交流才能共同提高嘛 乱花见玉迷人眼 浅草才能抹马蹄 好诗 好诗啊 他越说越是下流 越说越是不堪 骆宁听得芳心乱颤 想要骂他 却又舍不得开口 浑身早已没了力气 英宁一声扑进他怀里 再也不敢抬起头来 这等闺房秘语 小瞻即是情趣 林大人深谙其中之道 火候拿捏得炉火纯青 世间无人可比 林大人解开他衣襟 双手伸进他怀里 自上而下抚摸着 风如柳妖龙臀 方才触到两片火热的臀伴 正要施展龙爪手 却听门外 一个女子声音响起道 宁儿 你学习了没有 是芷晴姐姐 洛宁急忙自大哥怀里 坐了起来 拉上小衣 慌乱而又妩媚地 瞥她一眼 脸上散发出浓浓的春情 不会吧 剑都在闲上了 徐芷晴那丫头来干什么呀 玩我呀 洛宁羞涩应了一声 还没睡呢 芷晴姐姐 你找我有事吗 宁儿 你有空吗 我想与你说说话 不如今夜我们同床共勉 促续长谈 徐小姐的声音带着淡淡的疲劳 洛宁心里一慌 无奈地看了大哥一眼 眼神里闪过一丝歉意 大哥 芷晴姐姐要与我说话 我 我怎么办啊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啊 难道把我叫去一起睡啊 这个徐丫头分明是故意的 林大人恨得牙痒 只是见了宁儿左右为难的神情 心里不由的一软 无奈苦笑道 那你就去吧 嗨 我一个人睡 已经成为习惯了 不知何年何月 得偿所愿 洛宁拉住他手 妩媚一笑 脸上红韵升起 凑到他耳边 以细不可闻的声音道 大哥 若是乔乔愿意 宁儿也愿意 但 只能是乔乔一个人 他非一般的夺门而去 差点撞到了徐小姐怀里 林某人一愣神 接着一阵大喜 宁儿 宁儿 不光是乔乔 还有大小姐二小姐 你愿不愿意呢 无耻 徐小姐的声音自门外传来 也不知他听到了些什么 你坏我夫妻生活 最摸大眼 竟还骂我无耻 我顶 我顶 我顶顶顶 林大人竖起终指 狠狠戳了一下 脸上满是下流的笑容 在洛宁的门房里 安歇了一夜柔软的丝背 便如宁儿细嫩的肌肤一般细腻 只是林大人想着煮熟的鸭子竟被端走了 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 一夜未曾安睡 第二日四更便起了床 徐指情与骆宁还没声息 他也不去叫醒他们 独自出了门 还未走到湖边 便听见前面人声鼎沸 甚是热闹 带走到前面看得清楚 顿时傻了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